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东部事件,现在是晚上事件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10月24号在《外交失误》杂志刊登了一篇 《美国力量的源泉,一个改变了世界中的外交政策》 里面对于美国,他对于美国现在在全球局势中扮演的角色 在二战之后进入到一个第三阶段 进行了一个后冷战时期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系统性的 意思就是拜登以及美国未来应对最新的 这个二战之后,几十年之后 世界局势的全面的变化将会如何调整其战略决策 这个他的这篇我觉得非常系统 水平很高,我觉得水平很高 这个他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现在就是这个世界的局势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这个什么变化呢 就是第一是叫彻底进入到了一个后冷战时期 这个冷战大概在91年结束 但是现在是,就后冷战时期先已经彻底结束 就是后冷战时期的之后 就是后冷战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91年之后 世界的局势,就各个强国啊 就各个国家都还没有起来 说,然后在当时这二十年 就后冷战时期,91年 从海湾战争一直到后来反恐战争 几十年 美国实际上没有面临一个大国竞争 里面讲的是这样,说得很对 但是91年之前 美国应对的是大国竞争 跟前苏联,就冷战嘛 是吧 但是自从后冷战时期 美国一直重点放在非国家行为者 就那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 比如说撒旦姆啊这些 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个大国竞争上 竞争对手应对的 都是那些非国家行为者 几十年 因为美国军队没有同等的竞争对手 说实话 这几十年,二十多年 但这个后冷战时期现在已经结束了 就是已经有大国竞争上来了 这个竞争对手啊 在这二十年里头就讲的中俄嘛 主要讲中共国 在复制美国的军事优势 所以 总体的效果 他说 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超群强国 但其一些最重要的肌肉就萎缩了 这个萎缩啊 就是大国竞争的肌肉 他的意思是大国竞争的肌肉 就是美国的整个的啊 这肌肉萎缩其实就是人才嘛 说白了就是人才这方面 大国竞争方面的这种啊 能力以及大国竞争的 这种地缘政治的人人才缺乏 像在冷战时期 考虑国家安全 考虑大国竞争 考虑地缘政治这方面 那个时候人才辈出啊 你看小布老布什啊 是吧 还包括当时的切尼 那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佼佼者啊 绝对的 我告诉大家 因为都是跟前苏联 在争夺地缘的时候 就在竞争中啊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啊 能力自然就会增长 但是在反恐战争的几十年 美国这方面啊 没有对手 一直考虑的是反恐战争 以及对望一些小的流氓国家 所以在大国竞争上 是吧 根本就这方面的相关的这种 外交人才 确实很少啊 地缘政治 乔治坎南 是吧 虽然说阿基辛格 啊 有争议 但是他也是属于 地缘政治方面的啊 这种 能人啊 说实话 所以说 他说啊 这个 美国 啊 这个 就整个啊 这方面的 有些肌肉萎缩 啊 他抨击了 这个川普 当选的时期 破坏了啊 美国的各种联盟关系 啊 是吧 欧阔 这些 破坏 这些联盟的措施 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 庆祝 啊 他从 比如说 从叙利亚撤军啊 等等 阿凡撤军啊 这都是 后撤 实际上 对美国的 外交政策 长期计划 啊 形成一种挑战 然后还有 他提到了 2022年 俄罗斯五端入侵乌克兰 以及 中国在南中国海 和台湾海峡 日益五端的 态度 使这一任务 变得尤为突出 这什么任务呢 就是受到地缘政治挑战 是吧 就是在这20年 这个美国 在这个 地缘政治上 这种 肌肉萎缩 但是呢 中俄 却在增强 所以 他们现在对美国 形成了一种挑战 关于这一点 我先分析 说 介绍到这 我想听听啊 林女士的互动 林女士 分享一下你的 在 我刚才说的这些 方面 你怎么看啊 分享一下 听 布德先生 分析的这些要点 会想到 乔治凯南 他对于 苏联的 这个 透视 跟对于 中共 国民党 这一个 在亚洲地区的 作为 想想他是在 美国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外交的政策人员 但他不是 政治界的核心人物 所以 当一个这样子的学者 对于 苏联 他那时候还没有崛起 也还没有把他的野心 完全展露的时候 乔治凯南 他就可以 预先 见识到这样子 的国家 对于美国的 非常严重的影响 以至于 之后发展为 美苏的这种 能战对峙 我相信这个都是 他们提前 本身这个学者 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人脉 去做 这种情报的收集 所以这样子的人才 对于 每一个政府来讲 都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 国家安全 作为基础考量 而且 这个 所谓的国家安全 一定是要以 全球范围 为一个架构 如果你只是 立基于一个小点 我只立基于 北美洲 或者是 立基于整个 美洲的部分 没有去考虑到 东亚的地方 像远在 亚洲 亚太 印太地区 或者是在 非洲的地区 欧洲的地区 像现在的科技 一直不断地进步 我们也是受惠于 这些科技进步 这些互联网的进步 几乎都是可以迅速地 全球联通的 那么这种 全球联通 所带来的 优弊的效应 其实是互相参见的 所以当中共国 他借着这些西方的科技 来慢慢壮大自己的军力 而且他的军力 是非常隐蔽 潜藏在所谓的民生科学的背后 让一般的西方自由世界 是没有发现到 原来中共国 他的壮大 他背后武力的强盛 他其实是借着所谓的千人计划 还有这一些所谓的 隐蔽战线的这些特工 在西方的渗透 所回馈给中共国的这一种 科技的突飞猛进 除了中共国之外 当然俄罗斯 他也是这么做 只是他的手法 并没有像中共国 这样子的广泛 而且这样子的弥补 所以当这个沙利文 讲到这些的时候 就会联想到 那个爱德华先生 他一直在强调 美国的情报界 美国的军情界 面对新形态的 大国之间的战争 其实是要抛掉以前 这种动能武器的 这种对峙 这个角度去想 而是要以全面性的 不管是在信息超限 认知 心理 各方面的战争 情报 还有加上这些武器 配备的先进 科技等等的发展 这个都是要全面囊括 在大国竞争里面的 所以当沙利文 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会觉得拜登政府的团队 其实是真的 非常有经验 而且非常的有 深刻的内涵 在于全球的布局 这种概念是 很重要 他们也知道 这个的重要性 所以不会去走 川普的这种路 除非川普他的一些 比较小的一些政策 是有利于在继续推进的 但是在这种地缘政治方面 我觉得还是以拜登政府 这种老政客的这种 敬略眼光作为真正的依据 这个是对美国 还有对全球 要推展自由主义 还有以这种法治 创新人权 独立的这种思潮概念 为基础 来进一步的开发 宇宙的这种文明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联的 路德先生 谢谢 林律师 分析的太好 以下的说 说的这么好 好 我们再看 刚刚说到 这一部分 十二里面后面 当然了 这个每个人 各自都有自己的观点 他说 拜登 外交政策的精髓 在一位美国的实力 垫顶新的基础 使美国能够 以保护其利益和价值观 促进共同利益的方式 塑造新时代 美国未来将取决于两点 美国能否在 地缘政治竞争中 保持其核心优势 美国能否 传团结世界 应对 从气候变化 到全球健康 到粮食安全 包容性 经济增长 等跨国挑战 这个 然后他说 从根本上说 这需要改变 美国对力量的看法 什么意思呢 他说 国际力量 取决于 强大的国内经济 而衡量经济实力的标准 不仅是其规模和效率 还包括 他在多大程度上 为所有美国人服务 并且没有危险的应赖性 这个 他说 他们明白 美国的力量 也依赖于他的联盟 但这些关系 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 七十六代年前 必须得到 更新和激发活力 以应对当今的挑战 他说 我们认识到 美国的合作伙伴也强大时 美国才会强大 因此 我们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 帮助各国解决 任何一个国家 都无法单独解决的 紧迫问题 说 还认识到 华盛顿不能再以 无纪律的方式使用 军事力量 即使 说 美国已经动员了 巨大努力来保卫乌克兰 和阻止俄罗斯侵略 说 说 本届政府了解力量的新现实 阵营如此 说 美国在离开时 美国将比当初更 他们在离开时 就是拜登政府在离开时 美国将比当初更强大 好 这些 这句话都比较虚啊 然后讲实的 实的就是 承认 美国经济出现了 令人担忧的脆弱性 为什么呢 这个 他说表面上 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但在表面下 整个社区被掏空 说美国放弃了 关键制造业领域的 领先地位 美国会能对基础设施 进行必要的投资 中产阶级受到打击 这就是说吧 工作机会 转移到中国 主要就是 这个 这就是 还有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说 战后的几十年里 美国一直奉行 大胆的 公共投资政策 包括研发战略性领域投资 这一战略 也是美国经济成功的 成功的基础 但随着时间的退移 美国逐渐放弃了它 美国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和税法 没有充分重视美国工人和地球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 美国国内的基础 设施的投资 几十年来 美国 缺乏 所以拜登 优先 投资国内的 创新和工业实力 是吧 国内投资 来带动 工作岗位 好 这是带动美国经济 这是拜登 经济学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 国内投资 这个 第二点 美国的关键 矿产供应链 说吧 其中 严重依赖 不可预测的海外市场 就包括 很多由中共主导 说 拜登政府正努力于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和盟友 建立任性 持久的供应链 包括半导体 医药和生物技术 关键矿产和电池 这是供应链 然后 这个 对国家安全各个方面都很重要的矿产 然后呢 然后 拜登政府正在调整这种供应链 能更好的抵御外部实力 限制美国获得关键投入的企图 好 说到这个 国防领域 说尽管美国军队是实际上最强的军队 但工业基础却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热点 弱点 说经过多年的投资不足 劳动力老化和供应链中断 重要的国防领域变得更加薄弱和缺乏活力 说拜登这些政府正在重建这些领域 从投资潜艇工业基地 到生产更多关键弹药 无所不保 以见美国 以便美国能够在激烈竞争地区 维持必要的威慑力 也对美国到现在 也对美国的核威慑力进行投资 以确保其在竞争对手扩充核武枯实 继续发挥效力 说吧就是继续投资军 军事产业 就三个投资 第一 一个是基础建设 就是国家投资 第二就是供应链 第三个就是军工产业 说未来的美国政府 在如何利用国内力量 源泉的细节上 可能会与本届政府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合理的辩论话题 但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时期 华盛顿无需 需要打破国内政策 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壁垒 之间我们的外交之内政 内政及外交 而重大公共投资 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这个公共投资 在美国是两党之间 一个重要的 一个分歧点 共和党来 说小政府 说白了就 不想投 不想搞基建 是吧 然后来说说 川普政府来 也是说不想打仗 所以呢 军事 这种军工产业 也尽量因为它撤军啊 什么意思就是 不投资军工产业 但是不投资这两个产业 如何把这个供应链 带回来 难度比较大 这个拜登政府来 就利用这两大产业 说实话 就成功的把这个供应链 给带回来了 林女士 这一点 你分享 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都会 抓到这个要点 比如说 他有提到 爱上豪卫的总统 他对于 这个 外交政策 还有 重大公共投资的部分 他能够把它 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产业 对于美国本身的就业 蓬勃的发展 但是他也去帮助到当时 二战之后的欧洲的复兴 所以这个都是 就是马奇尔计划了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而且都是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的效果 那如果说 美国他放弃了 对于全球的这一个 军事的这个护持 然后放弃了这个军工产业 跟公共投资的部分 那么你这一些 我说的话 你这些技术 一定就是慢慢的流失掉 而且这些技术 在本来是美国的强项 那么你流失之后 他会跑到哪里 他不一定是会跑到 其他的自由国度 来对于全球的人 有一个良善的创新 或者是良善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这五六十年来 这些技术 是不是都跑到这些邪恶国家 极权国家 极权国家 拿着这一些技术 来要反过头来 要挟美国 反过头来 借着这一些科技技术 来去控管 更控管自己国内的人况 这种让自己的人况 越好控制 然后让那种 极权的势力越壮大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现在的这种极权国家 这些恐怖国家 是越来越兴旺的 也跟这些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所以当我们一个新的技术 一个军工的新的技术 要能够带到国内 变成是国内的供应产业链 其中的一环的时候 这种观念 这种护持全球的 这个维持整个民主国家 真正能够去运行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基础发展 的这种领域 我觉得这个观念 能够把整个这些更新的技术 因为这种技术 是一直不断迭代着在更新的 所以这种更新的技术 如果能够一直创发在美国本土内 然后这些技术掌握在 他们自己手中的话 其实是他们的那种健全的法律 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互相的限制 不会是像现在这些技术 如果流露到国外 像中共国 它完全没有法律可以限制 它怎么样去发展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生物病毒栽 还有他们的基因武器 还有这种生化武器 随便它想怎么发展 它就什么发展 完全是潘多拉核子的打开 它完全是没有限制的话 那这个就是整个全人类的灾难了 所以我是非常同意 沙利文他所说的 拜登政府他的远见 就是要把这些 你最顶尖的金工产业 在自己的美国 做一个很好的公共投资 然后去带动整个美国的 不管是基础建设 因为基础建设 他也会用到军工的这些技术 所以他是一连串去互相影响的 杜德先生谢谢 好的 谢谢林女士 这一段我们先谈到这里 待会我们接下来谈下面一部分 好 大家继续观看下一个节目 好 再见